我们国家自古就有 公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的说法 角膜塑影镜也不例外 之前我们说过设计是角膜塑影镜的命门 想了解的可以回看往期的视频 那么加工工艺呢 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加工工艺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就请关注我 带你了解更多的专业的角膜塑影镜知识 加工工艺对角膜塑影镜的影响有多大 非要说一个影响程度的话 那就是除了镜片设计以外 算第二关键的因素 那么多角膜塑影镜品牌最大的差别 就在于设计和工艺 技术设计越复杂 对加工精度的要求就越高 设计的再好 没有工艺去实现不行 工艺再好设计不详 镜片效果也不会好 可以说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 既然说工艺 那么你知道角膜塑影镜的加工工艺有哪些呢 目前主要的还是人工车销和自动化车销 计算机控制的高精度机床自动化生产一次成型 甚至都不需要打磨 完全可以从镜片表面和边缘抛光打磨处看出差别 正常情况下镜片越光洁如镜 边缘撬起越圆滑 细节越完善 镜片就越好 这样看也很麻烦 那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数字化技术设计 因为这个技术下的安全精准角膜塑影镜 对加工工艺有硬性的要求 或许可以变相成为大家挑选镜片的标准 对于角膜塑影镜 安全精准是家长的最终诉求 那你呢 你最看重什么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